就像什麽都說真的,有時看自己的家 就是欠個廁所,也可以是打生打死 血緣關係的,一家人來的,早上欠個廁所 都可以世仇 何況你現在是欠土地和欠資源 所以我現在不是... 大家好,我是Rawiddy,今天來講一下 尾巴衝突和世界末日的關係 還有就是,究竟我們怎樣去Fact Check 怎樣自己釣魚呢? 就不是我現在餵條魚給你 其實這個末日的主題 其實一年前我都想講的 直接是俄污戰爭 但是那個時候有很多YouTuber衝了出來 已經講了,抽了聖經水 但是這個是複雜的題目 那為什麽我們會把聖經的語言 輪到世界末日呢? 正正就是聖經有兩個語言 未應驗就是一個最終的終極大戰 即是說到是不同聯盟湧出來 一個世界大戰 我們暫且稱之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後還有一個語言就是 耶穌會再回來 到時天下圍攻以色列 以色列貧能滅國的邊緣之際 耶穌親自出手救他們 所以當很多YouTuber衝出來的時候 不斷抽聖經水 又說,這裡應驗了啟示錄 這裡又應驗了大爾利書的時候 但是這些語言應驗終極目的是為了什麽呢? 那麽你就要悔改了 這個就是那個目的 要你歸向聖經所講的上帝 那俄烏戰爭呢? 那時為什麽會勾起世界末日呢? 就是因為已經有兩大聯盟出現了 你會看到俄國、中國、彼此互撐 同一時間代表烏克蘭那方 歐盟、美國等 兩個大聯盟互相對壘 其實也有二戰的初形 這次不單止是俄烏的火頭 現在拉著第二個火頭 中東火藥庫爾巴衝突 那如果你有兩大火頭拉著了 然後又有聯盟又形成了的時候 那正正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形又再出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的溫習就是 其實是不同的聯盟、不同的陣營 已經互相打 最初是兩個國家的 但是慢慢你引申到不同的聯盟的時候 就是世界大戰咯 那現在已經是有了世界大戰的初形了 那現在俄烏戰爭一年之後 剛剛兩個禮拜前 星期六就開始耳巴衝突 那個導火線 那待會再說一下 那其實這麼多年來 譬如我剛開始回到教會的時候 都是中學階段 那時是說海灣戰爭 Golf War 1990年至1991年的時候 那時也是在吹 世界末日 會不會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其實你這麼多年來這樣吹 都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為什麼這次這麼值得去說呢 就是除了有二戰的初形之外 也都是有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的條件是過去未曾發生過的 那我稍後去嘗試去詳細的講解一下 還有我們究竟怎樣去Fact Check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回了教會三十年 又說讀過神學 那如果現在這麼多Youtuber 都出來抽聖經水的時候 我都不走出來抽 那還要等什麼時候呢 那我現在要抽一抽 那如果按戰爭的模式來講 那現在就是出現了超限戰 簡單來說就是各與各之間的爛仔膠 什麼爛爪手段都出來了 即桌面上就是大國風範 但是桌底下怎麼不擇手段 什麼髒那太東西都會做盡的 那叫超限戰 其實是全球遊行造勢 和網上假新聞都是超限戰的一部分 更加匪如所思的恐怖分子 都是他們自己的社交平台 宣傳自己的恐怖主義 那才誇張離譜 那待會詳細的解釋 以至於和聖經的預言 又再貼近一步了 究竟今次是否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知道 但是真的再貼近一步 會解釋為什麼 那好了 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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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一下耳巴衝突的歷史 那個起源 那個過程 和現在最新的局勢是怎樣 和我會說怎樣停耳巴衝突 絕對有可能停到的 但是停的背後 正正就可能是出現聖經所預言的東西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說回耳巴衝突的起源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 其實他們是同源的 血緣上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老祖宗 其實就是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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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聖經裡面 以色列的始祖 是上帝在萬人中 特意挑選阿伯拉罕 預言 祝福他 等等 他將來會成為大國 簡單來說 就是在他的後裔裡面 再興起一位救世主 就是這樣 整個民族可以用來見精神 民族裡面又興起一個救世主 請救世人 但是特別就是 阿伯拉罕整個過程裡面 有一刻等不及 他跟他老婆 薩拉 所生的才是正統 誰知道等不及的時候 就跟了一個屎女 夏甲 那時一夫多妻 就流行 夏甲生了以色瑪利 就出事了 聖經記載 這是憑血氣所生的屎女 最後被趕走 但你也不會想著 上帝很殘忍 上帝也祝福 夏甲和他所生的以色瑪利 祝福他們成為一個大國 這個以色瑪利 就是阿拉伯人的始祖 我相信阿伯拉罕在當時那一刻 都沒有想過 他自己一個錯誤的決定 會引來歷世歷代之後 兩大國或兩大族的一個世仇 猜都猜不到 但是錯都錯了 沒辦法 聖經的記載就是 你相信他的歷史記載的話 這個以色瑪利 他也有生了十二個族長 很有趣的 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之派 就是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三代 雅各 生了十二支派 其實是不止的 看他怎麼算的 這條數 Anyway 這個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我想說的是什麼 阿拉伯那邊 以色瑪利 也有十二個族長 也可以有他們的十二支派 再說多一點就是什麼 慢慢在他們的可蘭經裡面 寫到 其實上帝不是揀選以撒 即是不是揀選了阿伯拉罕的長子以撒 是揀選了以撒瑪利 他們的可蘭經是這樣寫的 可蘭經裡面 阿伯拉罕不是獻以撒 是獻以撒瑪利 這是其中一個範例 最後你自己確認 究竟跟哪一邊 我現在不再提 但你自己確認 究竟上帝是揀選阿伯拉罕 即是從薩拉正統所生的長子以撒 還是揀以撒瑪利 故事就是個起源 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以色列剛才說了 阿伯拉罕以撒阿閣 去到阿閣的時候 其實生了大概70人左右 即是計了12個兒子 還有他的子孫 一行人去到埃及避難 為什麼要避難呢 因為那時大饑荒 唯有埃及有糧食 這個詳細不再說了 但是在埃及裡 是留了多久呢 400年 400年裡 你猜都猜不到他們圍奴的生活 但是圍奴裡很特別的 在人的角度 400年要做奴隸? 子、子、孫、孫都做奴隸 是很淒涼 但是在這個400年裡 他們竟然由當初 落到埃及的70人 一爆就爆了 200萬人 聖經記載 單計藍丁是50萬人 所以我們保守估計 一個藍丁當他 一個生四個很正常 基本的東西 或者是計上老婆 當一成四 這樣算吧 保守一些估計 起碼出埃及的時候 是200萬人 OK 正正就是出埃及 這一件事件 其實證明了 有上帝的存在 不然都沒有這個 以色列的民族 也都拿不到國 這樣的意思 當然你自己去再 Fact-check自己看 有些YouTuber 就說到 其實這些是出埃及記 其實蘇美文明都有 他們的出蘇美文明記 或者蘇美文明都有大洪水的記載 其實我之前也有影片說過 其實那個目的 註書目的是不同的 那你就自己 釋除專辯 但是哪邊可信呢 或者更可信呢 還是大家在說兩件事實 只不過是哪個更出名 當然當然是出埃及記更出名 而以色列人 仍然生阿娃娃 以色列國還在 所以我個人認為 出埃及記的可信程度是更加高的 但我繼續說下去的時候 出了埃及之後 他們立國 當中也有些國家興盛的時候 譬如大衛王 所羅門王的出現 厲害到那時候 是天下來朝的 非常之厲害 聖經的角度 用神的角度去記載的時候 他們經威神的時候 國家興盛 當他們不信神 拜偶像的時候 國家衰落 但去到所羅門王晚年的時候 國家衰落 因為所羅門王 因為政治通婚 和不同的國家公主結婚的時候 開始去拜其他偶像 所以從聖經的角度 以色列為何衰落 自此國家被分裂 有南國和北國 在主前的時候 以色列國是先後被亞術和巴比倫所滅 亞術滅去北國 巴比倫滅去南國 老走所有的人才貴州 巴比倫之後 到馬代波斯 就放回秘魯去巴比倫的 以色列人 達官貴人 放回他們 回到以色列故土 讓他們重新立國 當然 在隸屬 瑄馬代波斯 歷史繼續發展下去 到希羅的時候 希臘和羅馬 仍然都隸屬了羅馬的政權和管轄之下 換句話說 以色列在主前的時候 已經有亡國 也做了一次復國 而復國的過程裡 外邊的外族 亦是阿拉伯的種族 其實都對他們苦視擔擔了 2500年之前 其實那個衝突已經開始了 雖然說復國 但其實都是隸屬於 强大的羅馬帝國之下 就好像如同以前 隸屬於馬代波斯一樣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釘耶穌十字架裡面 一群猶太人 是不能釘耶穌的 他們是要問准 羅馬所派來的巡撫 比拉多批准才可以的 所以其實 它是屬於一個 特別行政區 是隸屬於羅馬 隸屬於羅馬的 那時候的以色列人 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 宗教傳統 一些基本的民事素盡 他們都有權 但他們沒有生殺大權 其實主前主後 都有些激進猶太主義 他們是主張復國 武力復國的 主後七十年的時候 又再次興起 但是這次就被羅馬連根拔起了 所以主後七十年打後 其實以色列再次亡國 以色列亡國多久呢? 2000年 以色列人流離失所 亡國多年之後 都未被其他種種族同化 為什麼呢? 全因為他們有很獨特的文化傳統 他們保留了自己的獨特文化傳統 因為太多次被亡國了 所以他們終於緊守上帝的訓悔 遵守傳統、禮儀、律法等等 所以反而凝聚他們 過了2000年之後 他們未被其他種族同化 他們仍然保留以色列人的血統 歷史2000年 主後就是這樣發展 何時出現大變呢? 大變就是二戰前後 希特勒納粹 二戰的時候 之前已經不斷屠殺 迫害猶太人 整個二戰的過程中 粗略估計 至少納粹屠殺了600萬猶太人 按人類歷史上 希摩也不是最厲害的魔頭 希摩應該排第三 排第二應該是史達林 他應該是千萬以上的 不知2000萬是多少 你可以自己再確認 然後還有第一位的魔頭 你自己確認吧 我不再看了 好了 出於憐憫 聯合國或者各國 覺得以色列人流離失所 都很淒涼 所以二戰之後 1947年的時候 聯合國通過一個決議案 叫聯帶101號決議案 容許以色列人回回他們的故鄉 即是現在的 以色列的地方 去復國 有信仰的角度 就覺得這是上帝很大的神跡 沒有一個民族的亡國 2000年還可以復國 但沒有信仰的話 就覺得是幸運 囂幸 當然的問題就是 你一戰的時候 陸陸續續都有不同的猶太人 在那裡聚居 買地、做生意 其實都叫相安無時 人少 但慢慢慢慢 到二戰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就逃亡 越來越多人就逃亡 越來越多人都主張要復國的時候 到二戰之後 突然說可以復國 你和已經住在那裡 2000年的巴勒斯坦人 不是一個很大的衝突 沒錯 這個地是上帝應許給你 是似給你立國的 但是2000年之前 你現在是2000年了 即是有很多巴勒斯坦人 住在那裡 所以這就是衝突的根源 第一 起源上面 雖然是同源 但其實歷史上 不斷有很多打仗 這方面 就像什麼都說真的 有時看回自己的家 就是欠個廁所 也可以是打生打死 血緣關係的 一家人 早上欠個廁所 都可以世仇 何況你欠土地和欠資源 2000年前亡國 終於復國 但就和當地已經住了這麼久 千年繼以上的巴勒斯坦人 很多衝突 當聯合國有個決議案的時候 一眾的阿拉伯國家當然反對 所以之後就發展了至少五次的 以色列人 2000年前亡國 終於復國 但就和當地已經住了這麼久 千年繼以上的巴勒斯坦人 很多衝突 當聯合國有個決議案的時候 一眾的阿拉伯國家當然反對 所以之後就發展了至少五次的 尾巴衝突 或者叫做尾巴戰爭 詳細我就不再說了 這個近代史 因為有很多Youtuber 這方面他們做的招手集 都做得很好 所以詳細就不再特別說 但值得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五次的尾巴衝突 裡面每次都是以色列贏 巴勒斯坦輸 一輸的時候 他喪失了土地加多 本身一班阿拉伯聯盟 就已經是不喜歡聯合國的決議案 給到以色列立國 另一個不喜歡的是什麼呢 當時以色列的人口只是32% 對比巴勒斯坦人 但他們竟然可以佔57%的土地 雖然他們的土地可能未必是最肥肥的 但其實土地肥肥來講 但是總之 總之就不喜歡了 明明我在這裡住了2000年 你說復國就是差一腳 那應該是衝突 明明你人少 為什麼可以分到57%的地呢 那這個又是另一個衝突 總是有些東西 已經是挑起大家不開心的 所以這個就是不斷不斷有那個導火線 那麼1947年11月29日 聯合國有一個決議案 那麼去到400年的時候 英國都撤出 為什麼會撤出那個巴勒斯坦地呢 因為自一戰的時候 然後呢 鄂圖曼帝國 是輸了這個戰爭的 一戰 那麼那裡呢 就屬了戰勝國 英國的了 但是英國管轄管轄管轄 是去到1948年 就全面撤出 當英國全面撤出的時候 然後呢 以色列說要立國 阿拉伯就移動 那其實是一起想唯有以色列的 那麼當然呢 當中值得提的就是 譬如你第三次衝突這樣算 那個叫六日戰爭 那有時候有些很神的東西 有些很損物的故事 就是阿拉伯聯盟那些坦克 那些帶子 就斷了的自己 那麼其實以色列這麼多次來講 都是人少聖人多的 那就是如有神作 那麼當然 就是撇開一些神職歧視來講 其實以色列的武備更加精良 還有你可以說他有美國餐妖 但是五次的衝突裡面 五次以色列都贏的 你想要細節的話 可以看其他的資料來源 不過值得說 剛才就說了 就是以色列人少聖人多 還有他的武器特別是精良 所以每一次都奇開得勝的 那每一次阿拉伯聯盟都輸的時候 他們所喪失的土地更加多 所以爭拗就在這裡 就算聯合國怎樣去介入都好 很多時候 喂大哥那個聯盟來的 阿拉伯聯盟 是不是所有的阿拉伯聯盟 埃及、敘里亞、黎巴嫩、伊拉克、亚特 是不是都是同意聯合國的決議案 當然不是 所以每一次就算聯合國有什麼決議案的時候 其實都是左以入右以出 或者對右彈琴 那爾巴的衝突繼續在 那爭土地 這個是其中一個衝突 水資源 又是一個衝突 那當你佔領某一個地方 你贏了的時候 以色列退不退出來呢 又是一個衝突 那好了 以色列你起checkpoint 舉個例子 你加沙裡面有很多巴勒斯坦人 其實是過那些checkpoint 去到以色列的國境裡面上班 那之後一下班 又要回到加沙 那經過checkpoint裡面 又可以爭辯了 又說你侮辱他 又說你從中阻攔等等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導火線 除了剛才說土地 還有水資源 經過checkpoint 什麼時候退守你所佔領的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聖城耶路撒冷 在六日戰爭裡面 第三次衝突 以色列就佔領了東耶路撒冷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 覺得他們這樣的佔領是非法的 以色列當然是覺得自己大條道理合法 所以你不知道故事就是怎樣 你現在在耶路撒冷的裡面 那個聖城耶路撒冷上面有什麼 你看到什麼紙 是回教寺 其實就是回教徒威威的 佔了你的聖地 這裡是我們起碼的回教寺 吹咩 但是按常理來說 回教寺下面那就是昔日 所羅門所起的聖殿位置 但你很難發掘下去 你很難挖掘下去 你一挖掘你就要拆了上面的回教寺 call out 你怎麼可以拆掘 拆了它 那應該不行 所以你就明白 那個複雜性在這裡 下面 二千年前是屬於你的 但I'm so sorry 公元後二千年 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已經在上面 霸了這麼久 起了回教寺 那你現在佔了東耶路撒冷 其中有些衝突就是這樣的 有時候你每逢每個星期 都有節期 大節日 這些就是衝突的導火線 見你就不順眼 那群猶太人就說要去哭牆 那裡哭 另一群會教徒 那裡是他們的聖地 大家都視那個為聖地的時候 大家都視那個為自己的首都的時候 就是差差死了 所以五次的尾巴衝突 大家都有不同的名堂 比如第一次的尾巴衝突 那個叫做以色列立國 但是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 或者亞太白聯盟來說 那個叫做大災難 因為衝突的時候 很多原居巴勒斯坦人 就要離鄉別井這樣逃亡 所以在巴勒斯坦人來說 那個是第一次衝突 叫做大災難 所以不同的衝突 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看法 剛才說了 就是巴勒斯坦人 起源 就是那個過程 到了今天 為什麼大家打生打死呢 就是一個千年以來 千年計的原因 就是不僅是近代這百年來 因為他立國 所以欠土地 欠資源等等 而衝突 但是之前的裡面 就算是血統同源 都是亞巴拉罕也好 也有不同的衝突 剛才也說了 就算自己一個家庭裡 也有衝突 何況他們呢 世仇 真的欠資源 欠土地 真的打生打死 尤其是你過去 你殺了我爸爸 我殺回你媽媽 你殺我全家 我殺你全村的時候 殺來殺去 是不會停的 怎麼停的 你殺過我家人 他又在他的角度 喂 你的飛彈又誤中了 又殺了我家人 是不能停的 但我稍後會說 為什麼會有些位置可以停到 說一下如何停到以前 最新發展 其實最新發展 都是大家需要 Fact Check的地方 我覺得 因為現在有太多假新聞 我之前說到 我的天堂城市裡面 都引述到一則新聞 就是說 以色列是 反擊哈馬斯裡面 以色列的導彈 擊中 加沙裡面 屬於巴勒斯坦人的醫院 醫院倒塌 死傷無數 我照新聞說 但是慢慢 你過了一個多星期之後 越來越多其他的資料出現 一樣 你要自己選擇 Fact Check完自己選擇 原來 導彈擊中醫院 其實就不是出自以色列 導彈是哈馬斯發射的 有不同的證據 譬如醫院 坐落在哪個位置呢 還有視頻 軌跡等等 你自己一個的選擇 這是第一 這是值得去探討 那又不代表以前 以色列是從未試過 飛彈擊中民居 或者擊中平民醫院 就絕對不是 我所知道的 有時哈馬斯他們的基地 正正在民居以下 為什麼 用平民做肉盾 你夠膽就寫過來 誰知道 真的夠膽寫過來的時候 總是有些事情發生的 但我想說最近那次 那不說多 這是此其一 其二 和全部的小提哈馬斯 那些劣質飛彈 自己堕落回民居 剛剛對上兩星期前 那個是一個恐怖主義 恐怖襲擊 很簡單 你自己將心避忌 一群年輕人 去晚上一個 over night的音樂會 跳舞 開心 你突然間一群槍手出現 大屠殺 不分男女 不分年齡 大屠殺 然後捉了人質 不當他們人看待 單止是一個音樂會 你入到村落裡面 你對婦孺 婦女 兒童 大開殺戒 有什麼 你在戰場上 一對一 男人對男人 你為什麼突襲 向婦孺出手 向家庭出手 這個不是恐怖主義 這定性非常清楚 我們根據事實 有些人會說 你拿出證據來 沒有辦法 有些事很血腥很恐怖 你怎麼拿出證據來 你說嬰兒被斬頭 你拿出證據來 不是一個 不是兩個 你要自己選擇 也要自己確認 有一個也是 他不可能拍给你看,就算拍给你看,就有照片给你看 你打了格子,你都可以坏架的 你到了今时今日,其实真的 除了你说是靠边,你自己选择一个选择 一个side来说,你自己再fact check 但我听见证来说,我相信是,为什么呢? 他目睹一个被害的小镇里面 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他们是被行形式 行形式之前是被虐待的 他们是一家人四口的,相对坐着 而且他说他们是肢体残缺的,就是说他生前是被虐待的 他说那种,复述那些人 他都说,谁能做出魔鬼的行为 他是要你受苦 不单是你肉体上受苦,你要看着你亲人受苦 你都不知是谁先顺序 你自己再想像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然后他说肢体残缺,包括什么呢? 眼睛,手指,不说多了 当然了,你可以说是假的,没有证据 但是为什么我最后说,有些时候你要自己钓鱼 要自己fact check 我不给你这条鱼 其中一个事实就是,有个爸爸也很好 他说得很好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居美以色列人 大学教授,他叫大家过来拍片拍片拍片 我现在有东西要说 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我有个小朋友,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 他们是会被视为哈马斯报复的目标 是合法,合理,报复的目标 说的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说 哪个地方,哪个国家推行仇恨教育 那就是那个国家出现了问题 我再说一次,这是一个事实 哪个地方,哪个国家推行仇恨教育的时候 就是出了问题 坦白管你问我,我相信以色列人 这只是按比例而已 就是相对而已 但我相信以色列是没有推行 推销过仇恨教育的 至少要推销,你们一定要仇恨阿拉伯人 仇恨巴勒斯坦人 仇恨住在袈裟里的人 将他们恨不得千刀万窝 以色列是不会有这种推行教育 没有,绝对没有 在他们国教、教育里面 没有听过是这样 但你自己实询一下,上视频看 哪个地方一早就已经是 洗了那些小孩的路 你们要仇恨以色列人 杀光他们 那些小孩拿了一架枪 AK,杀光他们 犯了这种盲目的民族主义 根本不需要有这种仇恨 但一早就已经藉在心里面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坦白说,这个就是哈马斯那一边 也是巴勒斯坦地的里面 尿敏罗是感受上,他们很不开心是真实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真的住在袈裟里面 很多时候一冲突的里面 以色列就封锁袈裟里面 你断水断粮,很烦的 好了,就算和平的时间 我要过一些check point 去以色列 那里经济繁荣的 我自己在这里穷的 那我要跨区去上班 过check point 好像被人侮辱,被人守身 这些是不开心是事实 但是你不开心还是不开心 但是你恐杂那里是真的 这方面我们要分清分楚 是,你感受上不开心是 这些check point不开心是 你觉得你的土地被人侵佔是 是的 但是恐杂就是恐杂 你对平民出手就是对平民束手 这些我们不可以轻易地放开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算看CNN 其实左派,左傾的里面的时候 他们是站在哈马斯那边的 你留意一下,他们不断说以色列的 我不是说以色列完全对 但是你不断站在哈马斯那边 是不是有些问题 所以你淡化了恐怖主义活动 你又无视他们多年以来的仇恨教育 然后你就不断说以色列要停火 当然我觉得双方是要停火 但是不可以这么快就说双方停火 很多平民死亡 事实上哈马斯和ISIS一样 这个是要定性清楚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是要有相应措施的 当然了,你相应措施里面 一定有平民伤亡 我也不再说下去了 这个就是烂的地方 他就是躲在民居那里 吹呀? 他就是这样 他都说了很明白 他一旦不够钱洗的时候 有时他就牺牲人 这个不是我普通吹出来的 如果看回资料的时候 就是超限战网上带风向 那矛头传媒直指以色列 他们又赢了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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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解为何现在的形势比过去的战争模式更像世界末日最终战的罪章 在《圣经》来说,看《大眼影理书》有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 详细来说我不再讲了,有兴趣的在网上找一些有质素的港导 有些课真价实的港元,其实这么多年来,四五十年以来,有很多港元已经讲解了 就是《大眼影理书》头三年半会发生什么事,后三年半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大眼影理书》所讲的七十个七年是怎样计算 简单一点,耶稣所讲的《无花果树》的比喻 你看到他枯慰了,他什么时候开花法王的时候 末日就开始计算了,开始就开始了 那些人会认为《无花果树法王》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会认为以色列復国 我觉得这个解法也是通的 我都倾向相信以色列復国就是《无花果树法王》所讲的比喻 但是,活该是他不会讲清楚日期 即是他说 那日子那时,实际没有人知道 只也不知道 可能是叫人随时认识 身为一个人子 即是上帝的儿子 他都谦卑到说 我不知道 但是他说你要留意就是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个都是灾难的起头 有些人用原文就看回 就像女人陈痛的意思 三BB陈痛 开头痛一痛 但是慢慢痛的频率 越来越急 痛的幅度 那个剧烈程度 越来越厉害 去描述到 末日的场景 会是这样的 有另一节经文 来到商访的就是 你们会听到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这个都是灾难起头 这些消息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灵通 所以有几个层面 有时未必真的打的 是消息 现在互联网全球化 大家知道 很容易得到消息 国内有民要攻打民 和一个种族都有冲突 何况是国要攻打国 然后这些是人祸 还有地震、天灾 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 有些人会计的 地震频率越来越高 诸如此类 但当然有些人会再计到 一千年 有人类的记录来计 是否现在地震频率越来越高 有得咬 这次丹别开天灾 如果只从人祸来计 就是俄乌 和尔巴的冲突 其实频率越来越急 越来越吓人 现在是两个火头 现在尔巴冲突 特别的地方 怎样以前没有呢? 第一就是假新闻 我相信假新闻的幅度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 是几何级素 有时真的防不胜防 坦白说 就算用香港的社会运动来说 黄蓝都有假新闻 只不过假新闻的比例有多 一样 支持以色列的 或者抵毁以色列的 或者支持巴勒斯坦 或者叫做抵毁巴勒斯坦 抵毁哈马斯 都是有相对不同的假新闻 谁多与少 所以刚才我说 要从事实 找到事实 对准的事实 就是 谁多年以来都推行仇恨教育 谁就有问题 有根本问题 大家心知同明话 你自己查吧 我不再说了 你自己选吧 这一样令我更加注意到 是什么呢 圣经也不需要预言本会应严与否 他只是提出到时有一些灾难 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启示录》里面 七印七毫七碗的解读 一样 三四十年以来 有不同有质素的基督教也好 圣经学者 已经详细解读《启示录》 七印七号七碗的大灾难 是什么意思 又如何对应现在所发生的事 我现在详细来说 就不说了 但我想说其中一个 就是当中有四分一人会死 也会说到最后有三分一人会死 这是超级大灾难 当我这么多年来看圣经里面的时候 我都会想有什么大灾难大到这样 一战二战的时候 都未去到全球四分一人死 或三分一人死 按照计数是未去到的 但将来的大灾难里面 有这么多人死 都还未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几恐怖 但现在你有COVID的时候 你会知道是什么事 但特别在就是 如果你真的确认 这个究竟是人工还是天然 你会看到科学界是不断转向的 当初一定是天然的 其实现在是倾向人工的 不要玩了 你再看清楚人工是出自哪个人工呢 这个又不再提了 你自己去Fact Check 这个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 如果这个病毒是人工的时候 那个豆苗是否又救到人呢 你现在有这么多Sudden Death Syndrome 又是怎样呢 我免得再说多 说多就被人生疼 那你自己去Fact Check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大冲突 里面我们都未见过的 从美国大选 萃选的可能 从病毒是人工的可能 从疫苗是有问题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整个全球化 Globalist的向导 然后又加上 他用了所谓Global warming 我觉得是一个偽议题 这是另一个话题 不是说我们不要环保 我们要环保 我们要节约能源 但是是否这样去限制人类活动 和统一了所有的农作业 统一了所有畜牧业 是一定有问题的 你一定会推向另一个世界政府出来的 那个世界政府按照圣经所说 就是敌基督的 他怎么会是信基督 叫大家信耶稣 不要玩了 他就是叫你敌基督的 他不会说明是敌基督的 慢慢解释为什么 但是你看到很多东西是全球化 全球化 我再提一次 刚才说了 那个萃损的里面 其实不是只是影响美国的 你会看到 影响美国的政策 美国的政策 如何影响全球 然后病毒 全球 疫苗 迫全球 OK 所有东西都全球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那个现象 其实就像 我之前有些影片都分享了 像是回到巴别塔时代 天下所有的语言都是同一的 在巴别塔之后 语言才特意被混乱 以至到人与人 不能那么轻易合作 但是今天在YouTube Facebook 有autotranslation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是语言 障碍语言的尼巴 已经被清除了 其实是回到巴别塔时代 第二 可以回到巴别塔时代 那个迹象是什么呢 外星人的影片 资讯 是由美国军方推出来的 其实这个现象很奇怪 当初大家会讨论是不信 这个是天方野谈 但反过来 现在美国军方自己去承认 然后不断不断推出不同的影片的时候 不止三段 即是他们拍摄到外星人 或者疑似外星人 或者一些不明飞行物体 或者不知名的空中现象 UAP 这样的时候 其实这个180度大转向 是似巴别塔的 巴别塔那里 相传有可能是拜天上众星像 那你跟以前 如果你听我之前的影片 神的宗旨和地上的女子交合 那你混乱了地上的血统 其实这一样 你讲回满天神法 这样可以下来的时候 也是不断和人接触的时候 到时180大转向的时候 这个又是一个全球性的东西 我刚才说了 怎样去亭尔巴冲突 就像列根总统所说 如果我们全人类发现 原来天外有天的时候 真的有外星挥夕的时候 那时全人类就会放下我们的冲突 一起统一对抗外敌 那时列根有一个暗示 在联合国大会上 绝对有可能到时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无论是真的有外星人到访也好 还是一个模仿外星人到访 模仿外星人入侵 场景的时候全球就统一了 放下冲突 放下成见 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外敌 我相信剧本有可能是这样写的 以至到大家都猜不到是这样 当大家猜不到的时候 大家会相信 那就糟糕了 Anyway 我是不是这么厉害可以猜到 未必的 未必真的有这样发展 不过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当所有东西都是这样走向一个 全球化的向导的时候 但全球化向导 正正合乎圣经所说 到时一起敌基督 大家要留意 大理书也说到前三年半的时候 是和平的 那个和平之子 艺和平之子走出来 和平使者的身份叫各方停火 后三年半就撕烂 和平虚假面具 他就大杀四方了 如果到时何时有一个这样的人物走出来 可以叫大家停火 我不知道是否值着这些是UFO 或者是仿UFO入侵 以至到大家可以世界和平 不知道 但可以做得的基督 之前的影片都说了 他一定是男人 因为按照圣经所说 救世主是要男人 也要犹太人 大位之派 何时一个犹太人 或是犹太裔的人 何时可以和平使者出来 何时可以平息到所有纷争 那我们要小心 但以理事也有说到 这个人会进入圣殿里面 即是说 圣殿是会被重建的 那听说 已经是重建了 不过就还没开封 又或者 他们有他们的计划 即是以色列復国的里面 他都有兴建圣殿的计划 何时这个敌基督的人物 他用和平使者出现 也都进入圣殿里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留意 Anyway 我又说到 为何尔巴冲突可以停止 其中一方面 竟有可能是随着圣经的发展 会这样写的 但无论 历史的巨论 如何演变也好 圣经想提醒大家 如果预言就是这样应现的时候 那我们是否要 思考一下 讲出预言的 上帝是真的呢? 他叫你悔改 都是真的呢? 就不是纯粹为了 你要听出意犹 或者是个人 最后再说一点附件 幕后花水 听人们的分析 美国来说 这么多年来 觉得美国的角色 未必是最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没有说过 有美国的出现 但是说真的 随着我们年龄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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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说 因为圣经没有说到美国出现 那我们就轻忽了美国 那这次其一 其二就是 刚才说了不同的火头 有俄乌 现在有尔巴 其实你会看到台海的冲突 你会看到中日 中非的冲突 有人会这样分析 其实美国现在军力是最强的 同时去应付两个战争是绝对没问题 一次过打两边 没问题 但是如果他要应付三方面的战争 如果他要应付四方面的战争 甚至他现在内忧外患 你会看到他有飞法入境 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很欢迎那些人飞法入境 那就糟糕了 就是你好像同一时间 你要面对两个战争的时候 俄乌 尔巴 但是你自己的火烧后 怎么办呢 如果再烧台海 你再烧中日 你再烧中非的时候 美国是搞不好的 那时就精彩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股票 或者NPF去投资哪里 都好 你投资哪里都死了 现在全球都出事 大家真是陷球产 好像王子华说 但是这个是值得去留意的地方 末世之前一定会有陷球产 按照圣经记载 好像陈痛那样 越来越疲惑 越来越急 地上没有平安 地上没有绝对落土 唯一盼望的就是天上面 有时候都没办法 我也想神立刻回来 但是他的时间就是 不是我所控制 我们要耐性地等 有时候眼见一些很恐怖的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发生 但是上帝说他会有审判 我只可以在这儿等 终极的审判 不是我自己站在道德高地 那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 只不过大家不同的罪的层次 或者不同的extend的范围而已 无论如何 今天就是一个抛转 我说到尾巴冲突的起源 过程和今天发生什么事 还有一个提醒就是 我们在找一些事实 当我们在找一些事实的时候 病毒的起源 谁是推行受限教育呢 其实就是那个问题所在 如果大家喜欢以上的分享 请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谢各位,拜拜 膝盖 优优独播剧 所有人care saichts 诉优独播剧 好好分享 combin波登